俄巴底亚书 这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书 只有21节 刚开始阅读时 会感觉这卷书好像毫无盼望 里面包含了一系列 神审判古代以东人的诗歌 以东是古代以色列的邻国 中间隔着死海 然而书中的信息远不止这些 先来看看故事的背景 以东人的身份很特别 他们曾和以色列共有一位祖先 同属于亚伯拉罕家族 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以萨 以萨和利百加生了雅各和以嫂 创世纪讲述了两兄弟的故事 描述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们分别被取名为 以色列和以东 人们也这样称呼他们各自的后裔 这两个家族延续了 祖先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过去 以色列和以东一直关系紧张 但他们仍然有血缘关系 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后 以东背叛了以色列 并与他断绝了关系 当以色列遭到巴比伦的入侵和攻占时 以东人竟然趁机掠夺以色列其他的城市 抓捕甚至杀害以色列难民 在其他的先知书中 神要以色列的邻国为这种暴力付上代价 所以俄巴底亚先知对以东的预言也是这样 这卷书很短 包括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对以东领袖的控告 特别针对他们的狂傲和自大 他们住在沙漠高处的岩洞中 自认为比以色列人更优越 当巴比伦攻击耶路撒冷时 骄傲的以东人不仅不出手相助 甚至还一起攻击 所以神透过俄巴底亚先知说 以东怎样对待以色列 他们也会被怎样对待 有一天 以东会从高位上被拉下来 最终被消灭 正当我们以为会听到更多关于以东的消息时 书卷忽然在第15节改变主题 宣告说 耶和华降伐的日子临近万国 为什么话题忽然从以东转向万国了呢 这一节是一个转折点 它将前后两部分连接起来 俄巴底亚宣称 耶和华的日子不仅会临到以东 其焦点更会扩大到列国 俄巴底亚说 所有像以东那样狂傲的国家 都将面临神的审判 他们会从高位上跌下来 并被毁灭 以东和万国这两部分相联合 向我们展示了俄巴底亚先知 为什么会对以色列南边 那个小小的邻国感兴趣 俄巴底亚把以东的骄傲和没落 作为一个例子 表明神有一天也会对付万国的骄傲 使他们没落 在希伯来文中 以东这个词和人类这个词的拼携 完全一样 在俄巴底亚书中 以东的兴衰和没落 象征着神会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时 审判万国的骄傲和暴力 但正如所有先知书所宣告的 神的审判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结局 俄巴底亚书 约尔书和阿摩斯书都提到了这一点 约尔先知描绘了耶和华的日子 临到万国后会发生的事 他说 神会在耶路撒冷施行新的拯救 凡谦卑求告耶和华明的 就必得救 在阿摩斯书的结尾 阿摩斯先知说 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并审判以色列的罪之后 神会兴起大卫家 为以色列建立新的国 当中包含 以东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所以 俄巴底亚书被放在 约尔书和阿摩斯书后面 是为了让神国临到万国的盼望 继续延伸 这卷书以一个蛮有盼望的未来 作为结尾 神说 他会在新耶路撒冷 重建他的国 其中居住着他中心的渔民 而神的国会扩展到 以色列周围的领土和国家 这卷短小的书卷 也描写了其他先知书中 曾出现的神的公义和信实 以东人在历史中的骄傲和悖逆 反映了整个人类的境况 涉及到人类彼此的背叛 互相伤害 和对神创造的美好世界的破坏 但人类仍然有盼望 俄巴底亚先知说 以东的衰败指向了未来的某一天 神会对付这个世界的罪 并让充满平安和医治大能的国度 临到万国 这就是俄巴底亚书的经意